他这都等几天了 我跟他说 只要他在这里等够一百天 我就给他答复了 那你的答案 看我的心情吧 风尘哥哥 这么热的天 你可别热坏了呀 喂 你把我拉黑了 对 昨天订婚宴是怎么回事 你不是都知道了吗 还要我再复述一遍吗 我劝你在今天之内 开记者会跟大家澄清 不然 我跟你的关系 就到此为止 随你并 恭喜姐妹 眼睛终于治好了啊 今天啊 必须好好庆祝一下 我 哥子 哥子 你别吓我呀 哥子 哥子 能见到你的感觉 真是太好了 听说 重大冲状之后 人的精神会受创呀 你还好吧 我没事 走吧 没事就好 哎对了 星空夜上那个 那个夜阳上怎么回事 他 哎 你们什么时候够大上的呀 这些乱哪一步了 接下来有什么机会 是时候开个记者会 澄清一下我们的关系了 不好意思 我就知道 这不过是他吸引我注意的手段吗 那 凤诚哥哥 你还要和姐姐办地婚宴吗 看他的表现吧 最近有一些我和一阳之间的聊言 我在这里要详细一下 我就知道 谁不清楚 我离大小的最高门十年 又傻 我还以为有什么新的信息 其实这件事情 这不是要议 我们确实 必须要认识 好吗 现在全世界都相信你是我的未婚夫了 抱歉啊 我只是想帮你 算了 应该是我先跟你说对不起 是我连累了 我再想想办法 不如 我们将错就做 互相帮助 我给你戴上 这条项链很贵吧 到时候坏了 你就以身体战 I mean my more day Let's dance Cause tonight when the fire break out Going straight to the top 鸽子姐 你不会还在身风 成哥的气吧 都怪我不好 我替他给你道个歉 你算老几啊 你什么身份替他道歉 我和他什么关系 你不是最清楚了吗 哦 知道 妹妹 不过我可提醒你 在一个位置上待久了 就不会变 什么意思 封城的女朋友 不是我也会是别人 但绝不会是你 你要是这么喜欢 当妹妹的话 那就当一辈子吧 什么假项链 也敢往身上戴 这么大的钻 至少得一百万 那理想错了 这是今天拍卖会的 古董珍品 正好五百万 怎么可能 这位小姐 要拍下一号神 哎呦 怎么这么不小心 独董珍品是很脆弱的 五百万 请三千代付钱 不是 不是这样的 周周 没事吧 封城哥哥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哥子 看在我的面子上 今天算了吧 周周他也不是故意的 总不能因为一条项链 伤了咱俩之间的感情吧 封锁 我的未婚妻 为什么需要给你 你还好死说 他不是故意 闭嘴 好痛啊 我受不了了 你也想娶我女儿 必须得体验这个 那个 我们的分娩体验 必须得本人自愿才行 当然是自愿的 我告诉你 你今天要是不体验完 赔嫁的钱 我一分钱都不会出 这三级 我们女人生小孩都 十二级疼痛 妈给她加十级 你连这点痛得忍不了 你算什么男人 废物一个 这女方 哪是要结婚 这分明是要人命 这不是人 他们绑着我 折磨了我一个多小时 我一直吐 一直吐 他们都不送我去医院 最后 到时候我错过 最佳治疗的事情 我的肠道 重生受损 林医生 你一定要给我 开个抑郁证明 我要告诉他们 你不知道 你的女朋友 曾经也是我的来访者吗 什么 那个为你五年 打了四次胎的女人 她才是最严重的 抑郁症患者 姑娘 你都打了三次了 你这次再打掉 你的子宫都保不住了 咱俩也养不起 赶紧打了 你没做饭 老子要饿死了 我 我都这么舒服 你嚼情什么呀 我不是花钱给你做无痛的吗 我妈生完我就下地干活了 救你嚼气 起来做饭 你生不了 那我们家要你有什么用啊 妈 过来 妈 我跟你说啊 他们家光赔价就五十万了 这么多啊 那 可他生不了啊 婚可以离的吗 赔价得先弄到手啊 这五年来 因为你的不负责任 让他承担一切后果 到最后 他因为你被剥夺了 做母亲的权利 你现在居然还想着 告导他来捞他的钱 可耻这个词 已经不足以形容你了 不帮就不帮 现在所有人都知道 他们家是寻托付 有个世人帮我做伪证 你看一下你左前方是什么 你要曝光我 我们心里一切 是不可以睡着患者椅子的 你不是患者 你是被告 你 你打也打了骂也骂了 还没完没了了是吧 我没有闹 我跟你说过 我们已经分手了 我告诉你林哥 你戏别太过了啊 我对你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 那你就不要忍了 我也不想忍了 鸽子 我可算找到你了 你 阿姨 你看你们还想吃点什么 新观点 这顿呢 我请客 小枫啊 你真大方 鸽子什么运气啊 能找上你这么好的男人 妈 你们吃完饭之后就赶紧回去吧 哎 我和你弟弟 好不容易来看你一次 你什么态度嘛 好了鸽子 阿姨跟弟弟大老远的过来看你 大家一起好好吃个饭吧行吗 你毕业以后 家里的事不管 我跟你说啊 你弟弟这一次啊 被越南经济公司生动了 机票 时速 培训费 七七八八 加起来 大概五十多万 你呢 是他的亲姐姐 这些钱呢 你是肯定要出的 什么 妈 我没听错吧 我知道 这笔钱呢 数目不小 我要是能拿得出来 我就不来找你呢 你拿不出来 凭什么你觉得我就能拿出来 你们火车也要有个限度吧 五十万 拿去给他打水漂吗 这怎么是打水漂呢 就是 你弟弟要是 当上的大明星 你也跟着张姐光啊 说着打水漂 我们花那么多钱 送你读书 才是打水漂的 就是 跟我读书 妈 这个话你也好意思说得出口啊 我从老家到上海的火车票 都是我辛辛苦苦打工赚来的 大学四年里面 你们有给过我一分钱吗 或者你知道我在哪个学校吗 算了 妈 别求他了 他就一白眼王 行了 这钱我出了 不就是五十万吗 咱们对家里人 不能这么扣 还是姐夫大姐 你在这里瞎做什么热闹 你自够主张的 把他们接过来就算了 现在还在这里给我添乱 好啊 算我认清你了 你是要把我们家完死路三逼 是不是 不是这样吧 这钱算我借你的 我以后还你就是了 怎么这么难呢 我说了没有 你的心真狠呢 妈 你手没事吧 你就是该的 你活该 把手把放干净 在相亲之前 先贴一份给 限时三十分钟 抑郁自测量表 抱歉啊 职业病 你就当是我赠你的一次免费心理质品吧 这样的相亲可真新鲜啊 你是做秘书工作的吧 对啊 那你算高位人群 精神长时间几包 名字 你有选择困难症吧 你还有强迫症 心系恐惧症 秘书职业的通明 我不再相亲 又不再看病 你还是服务型人格 你的日常难道就是每天这样观察别人吗 你说的那个是临床实验 我这只不过是日常的心理学运用而已 够了 你这种心理师太恐怖了 哪个办理能够忍受 别生气啊 你还是出气 我算严重 你 逼 哦 那个 我突然想起来我家没气没光 我先走了 下次撒谎的时候 不要摸鼻子 很容易露线的 是 你也是心理师对 认识一下 易阳 文哥 你笑什么 没事 我就是觉得我们特别有缘分 那我们要不要试一下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今晚包厢等我 哎 你好女生 你能外卖 哎呀我没有点外卖 我朝夕出门你别拦我 地址没错 你认识亲爱吗 她是我闺蜜 但是她出去旅游了 不可能给我点外卖 那就没有错了 你闺蜜让我给你再句话 坏 你是不是打算 背着老娘 可憋了想没出去的啊 没有没有 就家里空调坏了 我想出去 啊 我没笑 呃 家里的厕所也堵了 太粗了 我能通 啊 哈哈哈 这是我吧 不怎么点饿 想吃吃饭 您的外卖 吃外卖不健康 我去买个蔬菜 才有啊 哦呦还送了一把水果刀 呀 挂过 料理不放 我 谢谢啊 我不出去 哦 恭喜你通过了你闺蜜的重重考验 这是她送你的口红 啊 谢谢 我来帮你拍成这吧 放心 哈哈哈哈哎 哦 特别美 哎哇塞 好棒啊 哦好好好 乖 啊 谢谢啊 我真是谢谢你了 哎 你闺蜜还有句话让我告诉你 你那些朋友啊 我都认识 你还是敢不救我 跟别人小姐妹 哎 拒绝了 回来 你 纯 啊 啊你好女士 你的话已经带到了哟 祝你生活愉快 记得给五星好评哟 你也是 哈哈哈哈 宝莲杀了 你杀了不行的 你还杀 宝莲他男朋友好好劈腿了 他闪不开 宝莲 杭红他没有抛弃你 这里有一封信 是他任我给你的 真的吗 不信你看看 他就是狠狠就是他害得把我脸想不开的 我不是来问责的 我只是想替我的当事人了解一下 你们是什么愿意分手的 我们根本没在一起过 我男朋友又让我来篮球场给他加油了 我男朋友真帅 你到了 我去接你 我去接你 嗯 这样敢跟我抢男人 杀男你有女朋友还和我在一起 他现在把我贴到学校公共栏了 我在学校还怎么带下去啊 什么女朋友啊 就是那个宝莲啊 自己做的破事都不记得渣男 什么呀 还还还学校 你说你是我女朋友到处偷拍我 不要赞 我女朋友给我分手信不信我告你 我都是因为他喜欢你了呀 我不喜欢你 我请教你 你要有下车 不打你 又让你后悔掉 你看这些照片 每一张都是偷拍的 我根本不认识他 看上去确实是偷拍的 他就是个疯子 什么抑郁症啊 我看就是妄想症 不好了 林格老师 把连他摊上去了 现在根本不知 你是不是 每个人都离开 过来 你不是 就不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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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答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